你看你是世界帮救赛由台湾得得冠军 全台民众都非常欢喜 很多额账也因此推出友谊 在南岛官都有提供额账 推出机能一顿一颗 这是参应额账推出案例 甚至有设计品牌的额账 将所有的比赛玩手结合在一条目击面顶 透过额账推出的各种划丹 尝尝典典典典典典对国际赛事的历史以及划例 中华队在日空日式压求在日共赛来得得冠军 全台民众都非常欢喜 也有很多额账来推出友谊和民众做回动路 在南岛市就有一位祝福额账 来推出机能一颗一颗的活动 倾益很多民众购买 棒球得冠军 所以用它轻账 差一段一颗 每颗一颗 还可以买十颗 中华队比赛得冠军 大家共襄盛举 感谢老板这样子办这个促销的活动 分享喜悦 谢谢 我们棒球台湾之光 今天有这个活动 买蛋 一人一颗一块钱 就是超级开心啊 昨天晚上看到我们拿到冠军 真的就是非常的兴奋 所以呢今天就要让兴奋呢 把它转换成一个很开心的心情 然后我们就来办这个鸡蛋的活动 那我们这个庆祝的活动呢 鸡蛋一颗 卖一块钱 一个人限购十颗 卖完就没有了 另外也有一位四季品牌的阿贼 中比赛中所有的元素结合 推出纪念民间 以及张振宇 大纪红条的欧音手势 都变成是最好的酒品 就是说每一次台湾专要赛事 就获得金牌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很多粉丝来给我们许愿 希望我们做专属的纪念毛巾 那这一次12强 台湾的表现非常好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粉丝 希望我们赶快做毛巾出来 那我个人本人也非常非常兴奋 因为从小到大中 有机会帮台湾的帮球做金牌毛巾 也非常开心 所以我把这一次应援相关的元素 都放到这台湾毛巾里面 比如说台湾上泳 就是我们的台湾应援区 那以及赛事666 就是球员之间彼此开的玩笑梗 那又或者是说今年是2024年 但是我把它拆成2024 因为我们队长前级的线非常受到欢迎 所以我们就是除了2024以外 也是爱你24号的意思 这个人道七 也有一位陈英雅才来推出 免费黄帝的外档 透过去推出各种约费的外档 展现出人道官对各种赛事的业情 既然就有心裁方不得 那是